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55年有一个医生 他使用了经颈动脉插管 直接打入美法闻 然后发现经颈动脉打药的肌肉特别辣 所以很快就被炒弃了 到了1993年的时候 因为日本人的文化是拒绝战演的 他就算死了 他也不知道 所以他们就想要找到一种方法 能不能够保演 所以他们就重新改进了1955年的这个技术 他在顶动脉上方加一个球囊 然后在顶动脉上方加一个球囊 然后在顶动脉的药 然后这样的药物就更好进入顶动脉 到了2006年的时候 纽约的高品 他又重新改良了这个技术 他使用的是微刀管 直接将微刀管插入到银沦 然后2008年的时候呢 阿姨曾发掘了手片的ISD文献 发现它的效果特别好 所有的巴黎患者全部是保演的 而且都是晚期的 2009年的时候呢 因为有一个患者 他是看了一个文献 然后他去找张主任 问他张主任能不能做这个手术 不然他又要去纽约做 所以张主任根据文献就开始了自己的第一例 第一例那个手术 然后呢 到了2011年的时候 纽约就觉得这个方法特别好 直接放宽了它的吸引症 直接作为所有的 所有的ABCD一系的 全部的一线治疗助理 就从2011年起 他们基础已经放弃了整整方法 到了2014年的时候 纽约的高品 他们已经做了超过1000次的手术 在我们这边呢 到了2010年统计 已经做了也超过1000这个手术 到现在的话可能已经超过1200次的手术 所以这个ABC 它自从那发现到现在 它一下子就感觉是像风银的成熟 近过很多国家都会有多多的基础 所以已经在全世界广泛的被使用了 如果大家不懂的话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那个动画 这个动画是我从Youtube上下载的 然后翻译成一个中文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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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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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重新回顾一下IA系的一个进程 首先呢就是想找一个对介入对RB细胞最敏感的药物 首先是一个日本人他使用了14例的一个刚在下眼的细胞进行培养 然后还有两种细胞是发肌体和脑皮I 在两种细胞里面进行克隆形成试验 后面发现美法轮是所有的药物中间里面的最有效的 但是呢美法轮它虽然是最有效的 那边原始的剑我们俩看了我想问一下 那里面有什么剑吗 没有 那个Gneco把他的PG给我 大概有七八种药 他做了所有数据的剑 原来我请他来中国至少三到四个 他呢有在文章他基于这个文章 基于他的数据写的文章 I have a DVD from Gneco for this paper and show all the different medicine the data switch yeah 我看你一个科目的证明 我看你一个科目的证明 那我们又会了解 然后发现美法轮丑的基因脂脉 肌脉脂肪 也不太大 就吃过足够的基因 足够治疗 但是呢眼睛呢 有这个特别的特别的问题 它存在着血液的屏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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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液的屏障 所以,菌局部给药,只有几种方式,一种就是求住,一种就是宽舟,另一种就是近动脉的,也就是这三种方式 这样子我们作为一个IAC呢 我们总是想找到一个动物模型去验证 它到底在玻璃体啊 在湿层镜到底有没有高度的浓度 这片文章呢 它使用的是一个珠 一个珠的模型 它使用的是高效的叶向色图法 他们发现 无论在湿层镜 还在玻璃体 还在湿网膜 脱补地方金公脉 与矿洲比 它的浓度都比 湿层镜矿洲注射都要高 它们的平均浓度之比 在湿层镜 锅里体和湿网膜 分别达到84倍 143倍和246倍 所以几乎是完胜求助的 我们的宽多注射的 因为一个理想的动物模型呢 首先它需要有一个合适的体积 比如说如果你太小了 根本就做不了介入 第二个呢 这是眼动脉的质金要足够 所以一般都选择的是 肚子还有猪还有猴 但是呢 这些动物 如果要做动物 要做模型的话 只能只是那个 一种一只模型 但是这些动物呢 常常又都是有 都是有免贱免费力的 所以要做成一个再有的模型是很困难的 这是关于那个 介入最大的批评可能就是因为 IAC可能它的转移的风险比较大 而且当时它转移 因为我们知道它转移主要是通过 是通过失神经转移的 然后正面文献呢 还是用了之前那个猪的模型 他们发现 TOP地方在失神经的浓度中 在失神经的浓度也很高 所以是不是有可能推测 它在就算它已经进入了失神经 或者是说还有 比如高风起因素 是那个 接入治疗也是可以的 这次发现 这是TOP地方的浓度 在TOP地方的 那个失神经和血腔的浓度之比 是44倍 那个视网膜与血腔的之比是70倍 它的玻璃体与血腔之比是13倍 那与其派化学相比的话 就是那个失神经与血腔的浓度之比是0.35倍 也就是说 血腔中的浓度 还比失神经的浓度低很多 那个 这个是网膜与血腔之比是1.2倍 然后玻璃体与血腔之比是6倍 这是盖利教授的浓度 这次盖利教授写的一篇中数 这个中数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认为 它有可能会增加转移 但是我一直还没有想明白 它暂时也没有这些数据说 进完IAC之后 它的死亡又更好 于是这些照片都写了很多later 去重新评论这些事情 什么话就是认为它的 纳入标准不公平 它只选择了IAC的一个方法 也不是它有很多文章它没有进步 这样的认为它使用了IAC9年之后 我都没有发现这些人家的语言 but our answer to those letters yes, this is an answer yeah, we answered all of that yes, that is an answer 我跟自己的一个文章 就是已经发表在那个 The Last One的杂志上 我们因为张主任去了那个美国 然后纽约的 他是不是小于三个月以下了 也能做接入 然后我们就重新回顾了一下 我们只有一座三个月以下的小孩 做接入的一个人数 就是这三个月的小孩来了 就只做接入的 不做全化的 发现这三 一共有 一共有 一共有13只演 它的平均碎放时间呢 是28点三个月 其中17是鸟 是179只 17是鸟 他们到现在都是全部保演的 也就是说 在三个月以下 在科里是已经是有 其中的技术指定 就是它的年龄 它技术上不是问题 但是它的表现 就是所有的阴啊 也都能耐受 所以因为是三个月以下 所以它可能 还是有很多是 第一期或者一起的 第一期的演 所以是不是可能会认为 年龄越少 它会多接入的效果越好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又更进一步了 这是一个 在免科筛查的时候 发现了 他一个突然的阿B 然后是赵主伦 一天过来 到我们这边 然后跟赵主伦 来了之后 认为 直接给他做接入 那时候他的年龄 还只有1.75 然后赵主伦 使用的是那个翘 没有用翘 直接用微导管 1B3的微导管 直接进去 抄起来 那时候他还是 那个小孩是特别小 他没有一个 我的 这是一个护士的手掌 看他护士手掌 那个刺得一样的 这小孩没人干净的事 谁干啥呢 然后呢 这是他的颜色曼 造型 没事 我还有 干嘛呀 我说今天可能是 已经接住了 这次 然后呢 这是一个月之后呢 发现 他的肿瘤 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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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肿瘤了很多 然后他做了两次的话 做了两次的介入 现在一直 现在都很好 没有什么其他的情况 对 我什么 太好看了 不出 好 这下 这个呢 是我们的选 准备做了一个兔子的模型 因为兔子的模型呢 是就需要免疫之际 防爆肿瘤 然后呢 我们使用的是一个 湖南的 湖南的那个 RB44的细胞 嗯 这是一个 在我做的过程 我们才是打得了 多一体位 然后呢 一个月 是 这车会呢 就出现了 出现了一个小 小幻龙 然后就给他 每个兔子做介入 所以我可以做什么 这就是 的 interactive chemici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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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1.78乘以0.6 0.6寸 0.16寸 然後稍微翻譯 這時候我發現這個模型就像是 這就是可能認為 眼督脈接入治疗 輕輕的觸子做拖娃娃臂的動物模型 應該可能是一種理想的動物模型 但是在做的时候还是有很多的困难 就是说有时候一插管都插不进去 所以可能我们还要找到更大的模型 可能去做这个模型 这个主要是我们是一个接入科 我们可能大家可能都认为 阿咪就是一个颜科的病 可能为什么我们接入科的医生 要来过这个病 而且去给他们处理一下 所以呢经过这么多年 所以我们都已经掌握了一些 最基本的一些颜色的接触 什么看一几片 看到什么时候要摘眼 什么是高风险 所以我们科技基本上 一定有一套比较成熟的一个模型 成熟的一个流程 有可能就是大部分病人是这样子 就是做完一两次之后 我们觉得不好了 然后我们基本上就推荐给 去赵主任那边看 然后让赵主任再来评价 他之后应该进步多地走 所以我们希望呢 因为现在还没有一种方法 学会全部打鼻 每个大部分的病人 就有各种各种各种各样的症状 要选择各种各种各种各样的手段 要击枪手枪大炮 你要到底要选择这些方法 所以呢 所以需要眼科医生 哪个医生还有介入医生的通力合作 然后让大家一起到这个共识 什么时候使用介入 什么时候应该沾眼 这就是我希望大家一起共同医生的通力合作 那我们再会谢谢大家